7月9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法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蒙古国总统俄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中俄盟元首第二次会晤 习近平指出 去年9月 我们首次举行中俄盟三国元首会晤 启动了三方合作进程 这是我们着眼三国共同发展 促进区域合作做出的重大决策 中俄盟互为邻国和战略伙伴 开展三方合作既有良好基础 也有巨大潜力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 推动三方开展全面合作 政治上要增进互信 打造命运共同体 经济上要对接各自发展战略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 人文上要密切民众交流和联系 巩固三方合作社会基础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调和配合 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 经济合作是三方合作优先和重点领域 希望三方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俄方跨欧亚大通道建设 猛方草原之路倡议更加紧密对接起来 推动构建中俄猛经济走廊 三国主管部门要抓紧把三方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到具体合作领域和项目上来 中俄已商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 也欢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与中俄猛经济走廊建设对接合作 这是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 带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的重要举措 欢迎猛方积极参与 普京表示 俄中猛三国联系紧密 拥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去年首次三国元首会晤以来 相关部门保持了密切沟通协调 铁路运输 旅游等领域合作顺利展开 很高兴此次会晤期间 三方达成了拓展和深化合作的共识 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俄勒贝格道尔吉表示 猛中俄三国元首第二次会晤 达成三方深化合作的共识 令人高兴 三国在铁路运输 物流 农产品和矿产品贸易便利化 基础设施等领域开展合作 将造福三国人民 猛方希望推动三国合作深入发展 三国元首批准了中俄猛发展三方合作中期路线图 三国有关部门分别签署了关于编制建设 中俄猛经济走廊规划纲要的谅解备忘录 关于创建便利条件促进中俄猛三国贸易发展的合作框架协定 关于中俄猛边境口岸发展领域合作的框架协定 7月9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法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蒙古国总统俄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中俄猛元首第二次会晤 习近平指出 去年9月我们首次举行中俄猛三国元首会晤 启动了三方合作进程 这是我们着眼三国共同发展促进区域合作做出的重大决策 中俄猛互为邻国和战略伙伴 开展三方合作及世界和平稳定 习近平强调 经济合作是三方合作优先和重点领域 希望三方将中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俄方跨欧亚大通道建设 猛方草原之路倡议更加紧密对接起来 推动构建中俄猛经济走廊 三国主管部门要抓紧把三方发展战略 对接落实到具体合作领域和项目上来 中俄已商调 铁路运输 旅游等领域合作顺利展开 很高兴此次会晤期间三方达成了拓展和深化合作的共识 这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 俄勒贝格道尔吉表示 猛中俄三国元首第二次会晤 达成三方深化合作的共识令人高兴 三国在铁路运输 物流 农产品和矿产品贸易便利化 基础设施等领域刊定 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 也欢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与中俄猛经济走廊建设对接合作 这是促进本地区经济合作带动整个欧亚大陆发展的重要举措 欢迎猛方积极参与 普京表示 俄中猛三国联系紧密拥有很好的合作基础 去年首次三国元首会晤以来 相关部门保持了密切沟通协作既有良好基础 也有巨大潜力 我们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 推动三方开展全面合作 政治上要增进互信打造命运共同体 经济上要对接各自发展战略 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 人文上要密切民众交流和联系 巩固三方合作社会基础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要加强协调和配合 维护地区的组织